纪宫全传由紫妃博奖 第六十六回 卧虎乔淫贼杀和尚 庆风屯纪宫救闻生 话说马静睁眼一看 见纪宫僧帽底下 罩了一个狐狸 这狐狸呀 有狗那么大小 纪宫说了 哎你瞧 这就是你媳妇 马静说 师父 我媳妇是狐狸 嗨 你媳妇倒不是狐狸 是这个狐狸呀 跟你有仇 他变成你媳妇的模样 要扰乱家务 就是想害你 你真的媳妇呢 现在在家里 那是好人 你可别听李平的话 你先前李平瞧见的 就是这狐狸精变的 你把李平找来 让他瞧瞧 马静听吧 赶紧去到酒铺 把李平找来 李平到庙中一看 是一个大狐狸 李平很吃惊啊 这是什么缘故 马静就从头至尾 把这事讲了一遍 李平这才明白 和氏嫂嫂是好人 和尚说了 马静 你把那狐狸给杀了 马静抽出钢刀 罩着狐狸就是一刀 和尚用手一指 这狐狐狸脑袋 咕噜噜 掉了下来 和尚说了 你找点柴 点着了 把狐狸啊 跟高庆的死尸一并烧了 马静找来柴草 连高庆的死尸 并狐狸一起烧了 和尚说了 马静 你是把画云龙放出来呀 还是我到你家去拿它 马静说了 圣僧慈悲慈悲 能否看在我的面上 饶恕它 那可不行 画云龙罪大恶极 你要不放出来 我到你家拿它 你得跟着打官司 马静一听 好吧 我把它放出来 师父再拿它 也好也好 你去吧 马静谢过了寄功 自己回到家中一看 果然 他妻子回娘家刚回来 马静甚为感激寄功的好处 自己到东配坊 把夹壁墙打开了 三位贤弟 出来吧 画云龙 雷鸣 陈亮三个人说 马大哥 和尚呢 画二弟呀 你快快逃命吧 寄功 他算出你在我这夹壁墙内 我实在不能瞒你了 我已经托朋友 把和尚绊住 少时和尚就来拿你 你赶快走 出了门 我也不管你往东西南北 任凭你自己逃生 和尚指不定在何处等你 你自己真亮 画云龙一听 吓得颜色变更 他不能不走 这才谢过了马静 马静送出大门 画云龙慌不择路 一直够奔正难 往南走了有三里多路 眼前有一道桥 名叫卧虎桥 画云龙一看 桥底下有一个和尚 正在探头望外桥 画云龙吓得就要跑 可自己一想 我这老跑算怎么回事啊 不如我掏出镖来 打他一镖 叫他鸣枪容易躲 暗箭最难防 打不了他 我姓华的这条命 也不要了 跟他一死相拼 想罢 他掏出镖来 这时候 桥底下那和尚又一探头 画云龙兜首一镖 正打在和尚的咽喉 画云龙过去一刀 把这和尚脑袋砍了下来 咕噜噜滚入河中 画云龙把带血的刀擦了擦 环入窍内 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 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和尚 三头六臂 感情也就是这样的 无能之辈 肉体凡胎 听雷鸣陈亮这么一说 祭奠不亚如神仙 我画云龙还要回到临安 再闹个二次 叫他们看看 画云龙正在洋洋得意 呼听后边有人说 哟哟画云龙 我看你往哪跑 画云龙回头一看 正是祭奠和尚 把他吓得是魂飞魄散 撒腿就跑 书中交代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画云龙杀的和尚 他不是祭奠 那是由毗卢寺跑出来的 小白虎周篮 在桥底下藏着 他只当是马径追了下来 仔细一瞧 不是马径 他也没想到画云龙 会拿镖打他 这小子也没做好事 他叫小白虎 翻了地名 翻了冲 这道桥叫卧虎桥 再凶的老虎 到了这儿都得趴下 画云龙 把他认成了祭公 给他打死了 故此 祭公一说话 画云龙吓得没了魂 是尽命逃走 和尚随后紧紧追来 画云龙绕着庆风腿 和尚追了一夜 天亮了 把画云龙追丢了 和尚慢慢的往前寻找 见眼前围了一圈人 和尚打算进去看看热闹 让我进去瞧瞧 那中有一个人最讨人闲 挺着个大屁股 就是不让祭公过去 祭公说了 老家您借借光 我也看看 那人一听 他跟祭公找别扭 借光 借光你给我多少钱利钱 和尚说了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我还挤不进去呢 你挤什么 你挤一边去吧 你个穷和尚 祭公一看 他罩着头来这人 脖子上吹了一口气 那人觉得脖子有股凉气 一回头 趁这功夫 和尚挤进去了 那人很生气 和尚 你为什么吹我脖子 你脖子上啊 刚才闹了一个蚊子 我怕他盯你 我这是好心吹蚊子呢 祭公也不管那人 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他继续往里走 头了啊 还有一个人 祭公呢 一样照葫芦 呼 又吹了一下 前面的人一摸脖子 你干嘛吹我呀 哦 刚才呀 有一蚊子 从后边那人的脖子上呢 非你脖子上来了 我给你吹一吹 和尚连接吹了好几个人的蚊子 终于挤到了里头 一瞧 有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齿身裸体是一丝不挂呀 头腕 牛心发际 长得倒是品貌端方 非常不俗 众人就问 你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光屁股啊 这人说了 可 众人就问 你是哪里人 他还说 可 你姓什么呀 可 众人奇了怪了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不穿衣裳啊 这人只会说一个字 可 和尚一听 来到旁边一个铺户 哎 掌柜的 借我一个碗 我给他弄点水喝 啊 就那光屁股的 他只喊渴 掌柜的一听 连连摆手 我们不能给 这要喝了水 万一他有什么毛病 出个三成两短的 我们可担待不起 和尚四周一瞧 旁边有个菜园子 有人在里边从井里打水 和尚过去 哎呦 辛苦辛苦 有水没有啊 那打水的说 你要干嘛 我准备跳井 那人一听 你跳井 别说跳去 我们这儿不准跳井 和尚说了 那你们有桶没有啊 我借个桶打点水 没有没有 你要好好说 我倒去借给你 你说跳井 我有 我也不借给你 和尚一听 你不借给我 那我就跳井 死在你跟前 叫你打一场人命官司 那人也叫上劲了 好 你要是真不要命 跳了井 我就打一场人命官司 我就怕你不敢死 和尚一听 嘿 你瞧我敢死不敢死 说着和尚蹭 真的就跳下井去 那人大吃一惊 赶到井口一看 和尚没掉井里 两只脚啊 挂在井口 倒挂蜡烛 他脑袋冲下 拿那僧帽摇水呢 本来啊 这井也浅 这人一瞧 和尚啊 你吓死我了 我看你怎么上来 和尚不慌不忙 使了个鲁鱼丹摇 摇子翻身 蹭 他上来了 哼 我不跟你借筒 你瞧我帽子摇水 行不行啊 本来呀 这不僧帽 他不能摇水 可和尚这僧帽 不知戴了多久 从没洗过 又是汗 又是油泥 把这帽子整个都呼死了 乘起水来时 滴水不漏 和尚拿着这帽子 来到光屁股男子的跟前 把水给他喝了 然后脱下僧衣 给这人盖上 功夫不大 这人出了一身冷汗 大伙一瞧 哎呀 好嘞好嘞 说着破口大骂 旁边众人瞧着 有人就大抱不平了 哎 你这人 这不太通情理啊 人家和尚给你找了水 还把僧衣给你盖上 你出力深汗好了 你不说谢谢人家 你反倒骂和尚 你这是以怨报德 太过无礼 这人呐 叹了口气 哎 众位有所不知 我骂的 不是这位和尚 我姓张 叫张文奎 乃是文生秀才 在龙游县 北门外张家庄住 因家中这几年 颗粒不收 度日艰难 我到临安找我娘舅 借了二百两银子回家 好过日子 没想到 走在这半道上 我觉得肚腐疼痛 坐在树林子里歇息 来了一个秃头和尚 面如喷雪 紫脸糖 一脸的斑点 他问我怎么样了 我告诉他 我说我肚子疼 他给了我一碗黑药 我吃了就觉得不能动转 他把我的包袱 连银子都拿了去 我就一个劲的犯迷糊 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里 落到这般光景 我骂的是那个和尚 纪宫一听 哦 这样啊 行 我这僧衣啊 你先穿上啊 你别老光屁股 你跟我走 张文奎站起来 跟着纪宫 来到了一座酒馆 纪宫进去 火急一瞧 一个和尚穿着破草鞋 光着吉娘 和尚只当是个要饭的乞丐 哎哎 和尚和尚 我没剩饭啊 没剩饭 和尚说了 是是 新鲜的 我都不爱吃 吃剩的 你放屁 和尚带着张文奎 直奔后堂落座 哎 掌柜的啊 你别瞧我们穿的破 这叫包子有肉 不在嘴上 我跟你说 财神爷来了 你得好好招待 伙计一听 是是是 招待您 招待您 您吃点什么 啊 给我煎炒烹炸 配十六个菜 再来两壶 人参露酒 伙计一听心想 人参露酒 卖一吊二百钱一壶 这和尚喝得起吗 可是呢 他也不能说 不卖给他 饭馆子 又没有先要钱的规矩 只能擦干净砖 把韭菜上来 和尚让张文奎吃 张文奎说 我不吃 哦 你干嘛不吃啊 张文奎说了 吃完了 没钱给人家 嗨 没钱 你嚷什么呀 你先吃完了再说 他要打 就让他打两下 他打轻了 咱不怕 打中了 他得给养伤 这以后啊 火石就有着落了 伙计在旁边一听 好嘛 赶上个吃白石的和尚 和尚正在跟张文奎说着话 忽然由外边闯进两个人 连声叫嚷 好和尚 你在这里 说着话直奔济功而来 不知这来人是谁 且听下回 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